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 大家好 在《吉德累宫》这一句 绘片里面引用了凡思讯所讲的《吉善之方》 一个修仙人 修仙人就是立志要做一个好人 把不好的行为修正过来 要真正达到这个目标 首先对于善我 要有能力辨别清楚 善有真有假 有端有耻 有阴有阳 戒指下面讲呢 还有是 还有非 还有偏正 还有办法 你要认识不清楚 把我当作善 把善当作我 这种事 常常有 很可能 就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那么自己一生 啊 希求的 是断我修善 而实际上所做的 是断善修我 恰恰恰相反了 这是在佛在经论里 我们常常看到 世尊很感慨地说 可怜您这 这些人真正可怜 连个是非善我 都辨别不清楚 那李老师过去说的 更令人深陷 不但是 邪正是非 也没有能力 利害摆在眼前 你都不认识 所以造业 受极苦的 报应 宇宙人生 天地之间的四 不但佛法 说得清楚 说得透彻 世间善人 世间的神仙 也说得不少啊 他们说的这些 是不是真话呢 自古至今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中国的历史 是相当完整的 从夏商周三代 一直到现代 都有详实的记载 我们称之为信思 可以采信的 尤其是对于 英国报应的记载 更是详实 那么从这些事实 我们也证明 佛菩萨 古圣仙仙的教会 真是不是 是 善我里面论是非 古人有个标准 他说 不论现行 而论流病 这个眼光就看得深了 就看得远了 到底是善是窝 不是看表面 不是看现象 刘碧用现在的话来说 他对于社会 对于空间跟时间的影响力 要从这个地方来观察 现行是善事是好事 可是影响不好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王龙书居士汇集无量寿金 好事情啊 多少人赞叹 未陌生也汇集无量寿金 王居士的汇集本 收在笼藏里面 古时候的著书能够入葬 那是大家公认的善本 为什么映光大师对他有引远力的批评 为什么映光大师对他有引远力的批评 批评里面讲啊 他将原以本的字改动了 他改动的改得好啊 这是善啊 映光大师说他是我 我在哪里呢 映光大师看的是刘碧 就是他的影响 王龙书可以改静 我也可以改静啊 你也可以改静啊 每个人都把今天字不和自己意思 都把它改一改 这个金流传到后代 就面目全非了 映光大师的反对 不时反对他不能汇集 汇集绝对不会反对 不能改动金上的字 金上这个字虽然用的不好 但是不能改 改的时候怕影响到龙书改没有问题 人家有学问 有羞耻 确实改得好啊 我们后人看到他能改 我也能改啊 我念这个句子念不通 是我程度不够啊 把这个男的改成容易的 随自己意思来改 那还得了吗 所以不能随自己的意思 随自己的意思 错了啊 就是像龙书 魏林这样的大行 这一年 映光大师还责备他们 但是他们对于尽忠 确实是有贡献 功不可莫 正因为如此 下连局老局司 才有第三个汇集本出来 这个汇集本 避免前面的过失 有前面汇集的长处 没有前面汇集的缺点 所以大家称他的善本啊 所以大家称他的善本啊 无量受尽的善本啊 这个善本有没有好处呢 好处很多 最近 这十几年当中 全世界的 修佛的同修 念佛的风气 带起来的 怎么带起来的 下劳局司汇集本 带起来的 十多人念这个本色 往生 瑞向西偶啊 我们亲眼见到的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地区 清耳所闻 太多太多了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 去看是非 这是举一桩事情 以此类推演 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作所为 一定要细心观察 对于周边的影响 对社会的影响 对后代的影响 这个一般讲啊 对于历史的影响 我们要懂得 再远一点看 我们看孔老夫子那个时代 许多诸侯 他们施政的表现 并不能尽如人意啊 父子周有列国 希望有祝侯 能认识他 能重用他 他可以帮助祝侯 治国平天下 他有智慧 他也有这个本思 可是祝侯借鉴他 对他都赞叹 没有一个人用他 他只好回到老家去教书了 我们要问一问 他为什么不搞个革命呢 为什么不把那个旧政权推翻 取而代之呢 夫子不干这个事情 不是他没有能力 你看看他的学生当中 三千弟子 是七十二千人 我们今天展开论语看看 各种人才都有 夫子是可以做 而且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留病不好 会造成历史负面的影响 对于一个政权不满意了 就要起来把他推翻了 你要想到 多少人的生命财产 在你的一念之间消失掉了 这个罪过多重 满足你一个人的欲望 让多少人呢 遭难 这个事情做不得了 他施政虽然是不能静如人意 还没有到 应当被推翻的时候 没有到啊 唐武革命那是不得已 殷舟王实在太不像话了 不把别性当作人看待啊 这个是应该的 一个执政的人没有到这个时候啊 所以 祝佛菩萨 大声大喜 都习求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把不善的设施慢慢地改 把不善的设施慢慢地改 我 我 明不善的是非 人家看得与人 看得深 这是深人 孔子虽然是一届平民 他的成就是教育 他的影响一直到今天 年轻五百多年 而且广及世界 在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 提到孔老虎子 人都知道 都能生起尊敬之心 我们要想一想 人家是怎么看事情 是怎样处理事情 所以似是而非 恒不容易辨别 似善而无 也有似物而善 表面上看到不善 影响善 可见的圣贤人 对于是非善 跟我们标准不一样 我们要留意 那什么叫偏正 他这个理念 也举叠有故事 举叠律文言公 当时的宰相 退休了 退休回家的时候 乡里 当然 对他都尊敬 那么乡下有个人 贺求贺罪 被吕相也很没有礼貌 言语出炉 无辱宰相 这个宰相度量大了 不计较他了 算了 不要跟他计较 原谅他 过了一年之后 听说这个人犯罪的时候 叹了死刑 关到监牢狱里去了 旅宫这个时候 感觉得很难过 当时他侮辱我 我要把他送到官里面去治他的罪 他就不至于今天 造这么大的我了 当时只是一念 人后之心 原谅他 饶恕他 不知道他以后做的时候 有更大的过失 那么像这些地方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常见到 小故事不成智 慢慢就养成他大我 而且这个影响不好啊 要是人人敢做 这个社会 怎么能够安定 所以辱佛是私道 今天我们极力提倡 学为人私 行为师范 这把个字 是北京师范大学提出来的 我看到了非常好 要把这八个字发扬广大 不限于北京城 我们要把他流通到全世界 我们天天在讲 同学们天天也都在听 有没有这个意识 如果有这个意识 那你就是急得了 真实的代行 你心里就有了 你能把这个意识 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就是急功了 急得累功是这样成绩 我们齐心动力 俗作所为 能不能给社会做一个好样子 要存这个心 要这样行事 你就对了 所以一定要想 我这个做法 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对于将来 一些学人 有些什么影响 要常常想到这个地方 所以要知道 往往善行 后面是卧室 不能不紧绝 有一些是卧室 后面后果很好 不善死 这个所谓是 偏中有震 善行 后来影响不善 震中有偏 眼前做的是不好 可是 他的影响是好的 那就是偏中有震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如果没有相当深的涵养 你怎么能觉察得出来 而且这些事情 一接触 就要明了 不是事情过后 才想到 那个来不及了 遇到事情 就明白 能够当机立断 这是学问 这是真实的功夫 平时存阳不够深厚 零四就免不了 有过失 许许多多过失 是无法弥补的 尤其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没有人讲道了 也没有人讲理了 乱世 乱世当中 我们励志 要想做好人 做圣贤 谈何人 在这时 佛在经上常讲 如果没有深厚的善根 佛的因缘 我们走不到 我们走不到 佛法院的人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 都会有成绩 只要不退心 好善好德的念 不会退转 这是因 这是因 云好学 真正肯好学 那是佛法里常说 佛师门中不学一人 你就会得到佛菩萨的照顾 你有好的愿 你不好学 不会成就 你好学 没有大愿 也不能成就 行愿相知 这才能成就 这个道理 佛经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 古经 大圣大行 我们从表面看 没有一个不好学 祝佛菩萨 是好学人的好榜样 我们应当要学习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复 我们就讲到此复